在淘姬堡设计开放的时候 有一个运动蹦床的东西 其实它早期的概念画是用来训练滑雪运动 以及山地丘陵 适应较多以及沙漠的这些地方 是用的比较多的 那以及房租便宜的产房三改项目 这种优势在于方便你跑路 因为一旦房租到期之后 生意不好的时候 立马可以拆了换一个地方继续搞 所以在做冰雪运动比较成熟的产业 其实是你在儿童乐园的里面 结构设计的时候 可能要放四到六个蹦床面是可以的 另外如果说你是做乐园 很喜欢做一个大面积的海洋球和蹦床的时候 我用人工智能其实是算过的 就是这样是因为 你在没有钱去添置机台和挖机的时候 你做低价营销的时候 在最舒适的情况下做引流 记住了海洋球和蹦床面 是可以最舒适的达到一个 引流状态下的很多最高成长 所以简单点说法就是什么 你要开一个大乐园又便宜又实惠 又没钱的时候 那就是尽可能扩大蹦床和海洋球区 那么做技嘉营销是可以 但是记住了 一定是做完钱之后赶紧的再买点设备进来 不然你下一波技嘉营销就做不了了